大结局 黑翻的大结局 他来了 经过几天的磨难 埃利诺成长了许多 他摆平了父亲制造的麻烦 让小岛恢复了正常盈域 正当大家相安无事时 港口的船舶遭到了袭击 惊骇之下发现火炮竟然来自堡垒 那可是海事号守卫小岛的阵地 这让所有人陷入了恐慌 带到看清到底是谁这么牛逼时 维恩船长走了出来 原来他收编了所有奴隶 发誓要重新建立秩序 维恩来到埃利诺的办公室 扬言未来必将独占拿扫岛 如果想合作 那就乖乖听他的话 埃利诺在他的威逼下 背叛了和海事号船长的约定 与此同时 在风雨飘摇的海巷号 卷毛来到船长的房间 写下了航线的最后一个坐标 第二天 当海巷号抵达坐标后 弗林特震惊了 这里除了安静的海面 其余什么都没有 在这一刻 所有人心如死灰 这么久以来的努力 换来的竟是这样的结果 弗林特让大家不要灰心 他安排找地方抛锚 然后派出侦察员进行搜索 这时舵手找到盖茨 说等下抛锚以后 他决定联合老水手 开始审判船长 他们已经失去了耐心 这让盖茨很着急 因为还没有到最后一刻 就在盖茨担忧的时候 有人发现了西班牙军舰 弗林特赶紧查看 经过他的判断 他认为这是伪装后的立马号 他让所有人准备迎战 就在这万分火急的时刻 盖茨拉着弗林特来到了房间 他告诉船长 绝对不能攻打这艘船 他们看到的不是立马号 而是装备了一百尊火炮的军舰 弗林特坚信自己的判断 凭借他多年的经验 这一定不会错 见船长执迷不误 盖茨抛出重磅消息 告诉他新舵手正在联合船员 要对其进行审判 如果不赶紧离开 说不定会被船员盯死在这里 不等弗林特回答 盖茨说就这样定了 他不想让更多的兄弟跟着丧命 当盖茨转身离开的时候 弗林特做出了令人震惊的举动 他活活勒死了盖茨 弗林特走出房间 说盖茨心脏病突然发作 已经驾鹤吸取 他不顾剁手一样的眼光 开始召集所有船员 准备驾炮迎战 他们挂上西班牙国旗 洋装成伤船慢慢靠近 就当到了最佳攻击的时候 剁手突然将枪指向了船长 他已经检查过盖茨的死因 这个船长果真阴险 他向大家讲述了弗林特的罪恶 随即掏出盖茨身上的个人日志 上面记录着船长的罪证 这个消息犹如核弹 瞬间震惊的所有人 弗林特并不理会 他让水手立即点火 然而并没有人听他的话 没有办法 弗林特只好亲自动手 付出了这么多牺牲 他不想丢失这次机会 剁手毫不犹豫阻止了他 正当弗林特绝望至极 一声轰鸣 有人打响了战斗的耗角 只是停了几秒 来自军舰的炮火瞬间袭来 这场战斗已经不得不打 所有人只能回到岗位 立刻开始战斗 游侠号紧跟其后 开始前后夹击军舰 战斗十分激烈 猛烈的攻击让船只支离破碎 盖茨说的没错 在一百尊火炮面前 纵使有两个船只的火力 也根本不够抵挡 接连不断的炮弹 让船员根本无法还击 看着惨烈的阴幕 弗林特知道大势已去 他俯了俯自己的发型 随着再次袭来的炮弹 他被击落到海中 然后慢慢失去了知觉 不知道过了多久 弗林特从疼痛中醒来 身边坐着卷毛 活下来的舵手和船员并没有杀她 而是将弗林特带到了一处高地 卷毛告诉她 昨天激战过后 随即迎来了暴风雨 那艘军舰受损严重 不巧都被搁浅到了这个海滩 舵手递来望远镜 弗林特查看之下 竟然是满地耀眼的金币 他判断的没错 这艘军舰果然是立马好伪装的 至此 黑帆第一季到此结束